就在5月21日的当天,知名的一员Angela B.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面,分享出了一张铺满屏幕的自拍截图照,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关注。 她在自己的发文动态中称到了,自己也有满屏自拍的时候,并在后面附赠上了521福利的这几个字。 从她分享的这一张满屏照中来看,她是在海边上进行了多张自拍照,并且心情看上去非常的不错。 不过在她的截图中,虽说可以看到了是在马尔代夫上度假的,但也可以看到了她的这些照片,其实是在2019年的1月21日拍摄的。 然而她的这些两年前的旧照,却并没有影响到粉丝们对她们称赞。 不少的网友们都在她的留言区下面纷纷热议了起来,一位网友说到了,宝贝请发原图。 而下面的网友则是说到了,这是什么爵士的美少女,这是万年一遇的颜值呢? 姐姐就是从拉斐尔化里走出来的爵士贵族。 并且还有一位网友表示到了,真的很想见上一面她,实在不行的话,在梦里也是可以的。 可见baby的这一组照片,再一次经验到了许多的网友们,而且让人纷纷羡慕嫉妒恨。 不过大家都知道,她在娱乐圈里面一直都是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女艺人。 她除了在身材和颜值方面,就连婚姻的状况也一直备受网友们的关注。 虽说在这近几年当中,一直都有传出了她和黄晓明已经离婚的消息,但始终却未见到他们的官宣。 然后在5月19日的时候,还有一位香港的记者,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,询问到了他们的一些状况。 而她的老公黄晓明在通话中却说到了两人并没有离婚,而且她自己也没有和其他的女明星有任何的绯闻。 黄晓明还在通话中说到了,任何关于他们已经离婚的传闻都是一些假消息而已,建议大家都不要相信。 看来如今的他们两人依旧还是在一起的,而且感情也是十分的稳定。 并且不仅如此,她的老公黄晓明当下的事业也正在回温当中比以前越来越好了。 另外baby的身材跟颜值也还是那么的美丽,活出了许多女孩们都羡慕的样子。 然后她和自己的丈夫黄晓明一样,如今两人的状态依然还是非常的好。 那么,你对于他们的这一对一直都备受争议的夫妻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?